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超30万辆 9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又超30万辆 今年1月份到8月份 我国汽车出口量已经超过德国了 这简直是让人不敢相信的数据 大家知道吗 今年年初我们还在欢呼 整个2021年我们出口汽车超过200万辆 超过了韩国越居全球第三 那个时候我们还说啊 这一年真是大爆发 谁能想到2022年还没有过去 从现在看全年的数据 我们一定会超过德国 我们已经是世界汽车出口前两强了 甚至其实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已经很近了 日本由于点错了科技数 电动车上毫无建数 所以很有可能明年 也就是2023年之后 我们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强国 而且近些年来 我们不但数量上强大 质量上也强大 根据海关总署的相关数据啊 这些年来我们出口汽车的单价 从1.2万美元已经飙升到了1.8万美元 未来中国出口的汽车 不但数量会多 质量也会好 价格也会高 我们会有更高的产品附加值 比如说就在前两天 德国最大的租车公司和比亚迪 下了一个大单 未来几年他们会采购超过10万辆的比亚迪电动车 这个数字 去年我们好像听过 是的 去年也是10月份 美国最大的租车公司赫兹和特斯拉签订了10万辆电动车的采购合同 美国公司买美国车很正常 而这一次德国的租车公司放着大众的电动车不用而去采购比亚迪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单汽车的口碑好质量好 更关键的是我们拥有着巨大的产能 能够快大众一步去交货 未来中国汽车产业不单会大 而且会更强